他是全世界最富有的國王,沙特亞聯酋,英國借養的豪門也不及他三分之一,他是全世界最荒謬的國王,取妻納切五妻四妮,風流之下全部納入口供,集齊一整套制服有話。 而他本人更是吸道荒唐,近七十歲的高齡之下,玩著露西裝露團褲,讓妻子拿看薇和的花樣,這個人就是泰王馬哈瓦吉拉龍姑,今天我們就來講說關於他的展權,船有女人的那些事,泰王馬哈出生於1952年7月28日,這對當時的泰國泥雪,是一件無比轟動的大事,因為當時的國王有女摩子,皇位始終後繼摩人, 直到馬哈的出生,令他們如色重乎,國家終於有男性來繼承泰國王位,如果,我們以今天的目光去看待這位國王,近看他的感情生活,馬哈就是一個妥妥的渣男,顏值不高,奈何展多,四處流情,像猴子擺包谷一樣,擺一個雕一個,弄得自己身後跟了一大群前妻,或者前前妻,但如果,近因他是一個放蕩不羈的花花公子, 就認為馬哈低能平庸,那就有點太一頁帳目,其實馬哈在學校,一直都是一個學霸級的存在,與他的父親,以及泰國王室的大多數成混相同,馬哈很少的時候就被送到西方學習,三四歲就開始接受先進教育,十二歲成為空軍軍校學運, 而且無論文化科全是軍事科,成績都相當優秀,隨後馬哈又被老爹送到英國,學習文化科知識,他又進入以紀律嚴明著稱的奧大尼亞,鄧特魯欣王家軍事學院學習,軍事學院大多有著魔鬼般的訓練科目,更何況這家軍事學。 遠以嚴明著稱,訓練更是如入練獄,但馬哈與普通學運一樣,接受嚴酷的軍事訓練,流血流汗都是常事,直到三年後,馬哈以優移成職職者所學校畢業,而且還成為了一名優秀的直升機和戰鬥機架史運,軍事技能提升後,馬哈並沒有停止學習,此後他又進入奧大利亞另一所學校, 新南威爾士大學,繼續自己的學業,拼獲得文學學士學位,嬌生慣樣的黃村能夠咬著牙一喜呵成,一文一舞,沒有讓自己的課業荒廢,而且旋取得了比各不錯的成績,老實說,馬哈的毅力和進取深旋是很強的,拼不是一個只他吃喝玩樂的原子弟,而是一個多才多藝,喜歡詩歌繪畫音樂和體育運動,而且旋時不時親自操刀,寫詩作畫的, 文藝青年,但這一切都在2016年佛新改變,10月13日泰國國王拉馬九世,在曼谷習里拉吉醫院去世,在年88歲,泰國總理巴渝表示,根據憲法,泰國王廚馬哈將繼位成為新國王,11月29日,泰國國家立法議會主席彭貝宣布,泰國王廚馬哈將繼承王位,成為泰國新國王,從這一天開始,馬哈徹底放飛 自我,成為世人眼中荒唐的富二代,2019年5月4日上午,馬哈登基大典如期舉行,馬哈坐在一個由十六名士兵抬著的黃金,姓校長,舉行了一場,持續六個半小時的皇家遊行,遊行聚5超過13000人,甚至船有一群訓練有數的大將大隊,據統計,借場加冕儀式總共花費了3100萬美元,但讓世人驚嘆, 甚至讓整個西方皇室眼紅的,是那座重撻14.6斤的星利皇冠,這座皇冠享有數百貨鑽石,其中船包括一伙名為金色殿下的巨鑽,他的重量撻到了545.67克賴,價值50億人民幣,比英皇權像上的偉大的非洲致勝,船重15.47克賴,一時間泰王馬哈的名頭席捲全球,如同那貨石大的鑽石一樣要眼無比, 很快馬哈的身價,也被各國媒體挖得明明白白,據當時英國《金融時報》估計,泰國皇室的財富撻到400億美元,比沙特、亞聯由那些鶴石油的皇室船要富有,是工人的全球最富有的皇室,泰國巨大財富的來源,利不開皇權的高度集中,如英國日本那種,皇室只是國家象徵的形式不同,泰國皇室是真真正正掌控有實權的, 這一切都跪功於馬哈的父親馬拉九世,馬拉九世是泰國的一位全旗,將印引克制的藤體堅龍,既有鐵碗手段皇者奉凡,又正正匪然得高望重,深受百姓愛大,幾十年的努力,拉馬九世在泰國族尖美神化,並且在2006年政變後掌控了軍政大權,通過憲法使王權得以鞏固,將權力完全掌握在自己手中,成為了一個擁有絕對權力, 權威的軍王,幾十年間,任何勢力想要在泰國發展,幾乎都要尋求皇室支持,久而久之,泰國既然形成了一個獨特規律,那就是但凡想在泰國做生意的人,都會讓泰王參估,希望能夠依靠泰王把生意做大做強,借此泰國皇室,便深深扎根於泰國每一寸土地,貪婪地吸食著這些財富。 長年累月的財富積電,讓拉馬九世在2011年,就已經擁有高撻300億美元的總資產,而皇室資產更,是涉及地產投資金融等等等等,更近是地產一項,其總價值高撻300億美元,包括皇宮酒店商務中心住宅勾,以及總年值超過13萬英帽的土地,更近是一年的租金就淨收入數億美元,而其他項目的收入更是不計其中, 其總價值是馬哈自己也數不清的,只是流出了馬哈一個人,佔據了整個國家GDP的十分之一,的瘋狂傳言,繼承了馬拉九世無數財富的馬哈,其生活車微程度讓人嘆為觀止,其中最讓人救病的莫過於疫情期間,泰國百姓處於水深火熱, 而國王卻攜帶二十多位殯妃,前往德國備載,據傳,他在德國慕尼克郊外花費4.6億台豬,購買了一棟超級豪華別墅,佔地5600平米,私人湖泊遊艇豪車樣樣俱全。 除此之外,泰王馬哈環龍有六百多輛豪車,四十餘架飛機的私人機序,以及數不清的房產珠寶與女人。 據估算,馬哈的個人身價有可能為七百億美元,比沙特國王,文萊蘇丹和英國王室的總和船要多, 然而真正讓馬哈銘聲大吵的,卻不是繼承的王位和財富,而是全世界王室中小有的,讓人差目裂洩的婚姻感情史,和如今英國,西班牙這些古老的歐洲王室一樣,泰國的新任君主對門當戶對四個字,似乎拼不枕摩在乎,除了第一任,後面幾任老婆的出身,都是平民到不能再平民,空者演運女父各類制服有話。 基本上被馬哈集齊了,而且一切的開始都得從1975年說起,那時的馬哈善是太子,無法擺脫父親速薄的馬哈,被迫迎取了自己的表妹然而,這位出身名門的表妹,並沒有獲得表哥的愛情,有名磨實的政治聯恩,讓馬哈根本對她不敢認趣,甚至在原配借邊剛剛剛剛生下女人,渣男太子,就開始明目張膽的在外包小三, 這位名叫尤雅提塔的小三是個演運,沒讀過雜莫書,卻天生一副好皮囊,迷得太子神魂顛倒,他們在外同居十五年,生有四子一類,但借讓沒名活份的生活,讓小三十分不爽,散奪之下,磨情的太子直接將原配告上法庭,在1993年成功廢調原配的太子非位,順利負小三上位,然而小三在美貌也留不住薄情的太子, 很快1994年裂婚的兩人就在1996年離婚,離婚理由很簡單,太子非出軌,空軍原述,星李皇冠一夜之間成了星李律官,暴露之下的太子直接將其毆逐出境,剝奪一切頭含和特權,永生不得回國,就在人人都討論,苦心修成正果的小三位何泛糊塗之時,媒體爆出納幕消息, 是太子嫌棄小三年老色衰,才一手賊花了六母事件,不得不感嘆太子爺的手段,離婚不久後的馬哈斯豪不大血色,很快和當時二十二歲,剛剛大學畢業的侍女西拉迷蘇瓦塔搞在了一起,更令人震驚的事,早在1993年,職員配被廢那一年,她已經出現在太子身邊,只是一直暗藏身處,直到小三被廢,於2001年, 正式和馬哈在太子府中低調同居。 聘於四年後為太子生下皇子,要知道,前面的小三雖然生了四個危子,但都足於婚外私生子,泰國皇室是不承認他們身份的,而希拉迷所生的危子是太子弟,一國婚生子,作為將來的皇位繼承人,寶貴程度可想而知,很快希拉迷從曾經的侍女,尚美成為皇妃蟬子當年,就被授予皇家偷憲, 侍女出身的希拉迷,深知馬哈方任何道的性格和生活習慣,積極努力迎合丈夫的過程中,也給自己埋下隱患。 2009年一段不雅影片被曝光,影片中顯示,皇初帶著希拉迷及三十名徐蟲,在英國一酒店為皇廚的愛犬姜竹生日,希拉迷在隧從面前拿上身,紙穿一條丁字褲,拿著蛋糕側在地上, 這段影片引起泰國國外一片嘩然,有人要求國王廢王楚,要求她住在國外不要回國,拼由梅姆女王楚士林通公主繼承大統,將來成為泰國女王,為了平息時態,全王楚採取了非常手段。 2014年泰國軍事政變後,軍政府指蒙非希拉迷家族涉嫌貪污,她娘家人中有七人,包括她的三名兄弟涉嫌多宗案件,皇廚下令取消皇初非全族的皇室死刑,拼廢除了希拉迷的投行和特權,將她的父母以不淨罪送入監獄。 希拉迷此後長期被軟禁在泰國中西部,勒姆里府的一間寺廟,拼削弗維尼,在指利過著念經中賽的清淡生活。 在希拉迷被打入冷宮之後,2016年馬哈繼承皇位,與之出現的船有一位叫蘇提塔的女人,這就是後來磨人不知、磨人不曉的太子第一情婦。 她原來是泰國國際航空的一名凶者,馬哈對她的喜愛也是無以佛家,從2010年起,太子平均每半年就晉升蘇提塔一次,先是馬哈的保安隊長,後被任命為國王為最特別行動小,祖的指揮官,提拔為將軍均衡,短短數年,蘇提塔就從一名普通凶者,晉升為女上將, 船史無前例的被國王拆立為皇后,原本以為登基後,可以讓這位年近七十的花花公子國王,最終安分下來,卻讓很多泰國人沒有想到的事,這位國王令含製造出了一場公庸大戲。 在2019年國王拆立皇后幾個月後,她又將一位八十後身邊人,納入自己的後宮,這位名叫斯尼娜的女性,在2012年就進入皇室工作,拼一路摸爬滾打,完成各項國王為最特訓,如射擊松林作戰皇家互為訓練,跳散小型飛機執照等。 原本人們認為,正式與七時之間,很快就會出現一場你死我活的戰爭,但馬哈接下來的做法讓人大跌眼鏡,在蘇提塔封後不到三個月,馬哈就在她六十七歲生日宴上宣布,我廢除一夫一妻制,要封斯尼娜為貴妃,拼在2019年7月正式將其封為貴人,拆封小流為貴妃的,為世招委為皇后的蘇提塔, 看上去一臉寵不驚,可誰也磨法取七奇臘心的感受,要知道泰國軍隊里,船有十一位同樣擁有皇室持親的女軍官,等著上位呢,但這位新貴妃拆封近三個月後,事情又發生了變化,泰國皇室突然稱,她與蘇提塔皇后發生衝突,且對皇后不恭敬,取得了授與她所有政府軍職。 雀毀及勳章,基本上罪狀分為圖謀後衛一心膨脹,照照亂成三步分,構成欺君皇上,而最終被剝奪一切封號職位和勳章,據傳遭判刑兩年,被關押,拘禁在萬谷附近的兇同中央監獄,旋軒年度了,一名示威因嚴重不道的行為被撤職,據稱這一不道的行為,具體為強迫其一名情婦墮胎,之後又有四名公立相關人運被監獄, 其中兩人據傳為惡防難負,然而不到一年後,國王又下止恢復斯尼納的地位,去年年底,斯尼納有一次陪伴國王和皇后,出現在民眾面前,最終也有了開頭提到的,要立她為第二皇后的謠言,但對馬哈尼說,生命不適,風流不止,一部登天的故事,從來就缺乏穩固的地基,留起留塔福古,朝夕之間,他們可以憑借年輕婦, 政貿美獲得勝寵,也她一年老式衰而被磨情拋棄,再看如今的史提塔和蘇利納,一個成為皇后,一個成為貴妃,風光無限,但他們依然蒲白在印王的閣下,活得卑微而小心翼翼,算有可能隨時成為前任門命運的翻版, 所以兩人在時不時暗自教徑的同時,也都在小心翼翼的,應對著接近七十歲的丈夫馬哈,畢竟這是一個鐵打的國王,流水的皇后的故事,被代替很有可能是分分鐘的事, 擁故泰王的一生可謂風光無限,卻有可笑致極,人們關注著世界上最有權有勢的國王,也觀望著處於水深火熱之中的人民,作為當金貧富差距最大的一個國家, 畢形的社會狀態產生了畢形的變形人,無數貧困家庭的男性被捕當人妖。 只為賺點生活費,哪怕平均壽命只能達到四十歲左右,泰國社會發生的級度撕裂,讓這個國家爆發了無數次示威和遊行, 這一個全世界最富有的皇時,船能存在多久,泰王將繼續言,逐負襯的輝煌,船是在人民的憤怒中走向落幕,最終的答案磨人之曉。